灵妖 爱情是有魔力的 它可以让你越变越好 神采飞扬 不卑不亢 也可以让你越变越差 焦躁不安 愁眉苦脸 还记得 曾经学生时代 同宿舍的一个姑娘说 她要分手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 打从她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谈恋爱以后 从前热情开朗 温柔安静的女孩 仿佛消失了 而是变了一个人 总是浮躁易怒 负能量爆棚 甚至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会刺伤她 让她大发雷霆 爱情 让她变成了一个 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 这段感情 让旁观的人都会有一种醒悟 爱 可以让你变得更好 但也可能会让你陷入一场灾难 所以 我们爱上的人 应该是那个人 能够让你更喜欢自己 让你和他在一起后 更爱自己 02 感情里 女人总会在内心里 衡量那个男人 是不是真爱自己 是不是值得自己爱 是不是把自己放心上 其实 这一切 你都不需要去衡量 你只需要认真观察好自己 就会得到答案 你遇到了真爱 就会对人生充满了期待 会更加努力上进 会更想去探索生命里的美好 而 你遇到了错的人 他却会消耗你 所有的精气神 比如 你想考研考博 他不是支持你 而是会嘲讽你 你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他不是为你开心 而是会各种话语来暗讽 你不行 你工作上有了小成就 他不是为你庆祝 而是嫌弃 你没有照顾好家庭 总之 在他眼里 他不会心疼你 给你温暖 护你周全 而是看你受苦受累 还要给你一些冷漠 让你越和他在一起 越不开心 越和他在一起 越觉得人生无望 这样的人 他多半没有多么爱你 他更爱的是他自己 所以 男人若真心爱上你 他的样子 其实只有一种 就是 给你微笑 给你温暖 给你依靠 03 总有人会问 喜欢一个人 需要为他而改变吗 或许 爱情是浪漫的 是需要数着星星 在温柔月色下 一起吃烛光晚餐的 但 这种情境 大都发生在 谈恋爱时期的爱情 当爱情跨越了 唯美的那个环节 走进了世俗的壁垒 就会发现 里面充满着柴米油 盐煎粗茶 更会有两个人 各种坏脾气 臭习惯 在其中 爱 不是不劳而获的 所谓的 不劳而获 就是 如果两个人在爱中 都很偷懒 不想要适应对方 不懂得经营爱情 眼里装着的 都是对方的缺点 如此长期以往 那么 你们曾经 最初相识的时候 积攒的浪漫 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而替换来的 就是厌倦和束缚 就如前面 我们提到的 一个女人的转变 你不是变得越来越好 你们不是 越来越欣赏彼此 而是互相指责 相处很累 最终就只能分崩离析 要知道 这世界上 从来没有 无缘无故的 一见如故 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灵魂伴侣 更多的 是我们彼此 努力适应对方 努力更懂对方 零四 人在年少时爱恋 总是向往轰轰烈烈 正如有些姑娘 会觉得爱上一个男人 她很有男人味 很有个性 很高冷 哪怕对她很冷漠 甚至把她当个小跟班 也会觉得 自己遇到了真爱 但 当你年长后 你就会发现 那种平淡的爱情 才能一起变老 她不嫌弃你脸上 越来越多的皱纹 不会整日里嘟囔你的牢道 而对应的 你也不会嫌弃她睡觉的憨声 不会觉得她看球赛的时候 很吵闹 你们就这样 在时光流转里 慢慢变老 即便偶尔有争吵 也会在睡觉前 彼此对视一笑 重归于好 只因为 这其中 藏着一个男人 对你最真实的爱的反应 他不会对你有情 饮水饱 但是他却会不断地提醒自己 让自己一次次地爱上你 爱情 从来都不是激情在作祟 也不是花钱月下 轻轻我我 而是此刻牵起了你的手 你就是我的往后余生 05 总有人说 爱情是需要分阶级的 是需要门当户对的 就好比 王子总会爱灰姑娘 但最后娶回家的 永远都是公主 其实 这句话的含义 并不是两个人家境的贫富差距 而是你们之间的三观差距 就好比 倘若你喜欢吃西餐 而他喜欢吃地摊 你不会因为他爱吃地摊 嫌弃脏 嫌弃他寒酸 他不会因为你爱吃西餐 说你清高 虚荣 你们能够偶尔去享受下优雅的环境 也能在无聊的时候 去地摊上寻一寻烟火器 如此相处 你们之间并没有三观差距 而且 男人若真心爱上了你 你会发现 你们之间的三观 会越来越接近 因为他不舍得你难堪 也不舍得你让你失落 他会越来越适应你 越来越改变自己 他给你的态度 就是让你在他的呵护下 能够肆无忌惮地笑 能够得到最美好的幸福 06 爱 是毫无理由的心疼 男人的爱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迷恋阶段 只因为 随着感官的熟悉 新鲜感会越来越减退 但 若一个男人把你放到了心底 即便新鲜感消失了 却心疼的感觉 还会停留在他所有的习惯里 也就是说 他会把爱你 养成他的习惯 就如 早上为了能让你多睡一会 他会早起做早饭 为了让你不挤地铁 他会绕个弯 接送你到单位 他会提醒你少穿高跟鞋 也会告诉你 天冷了天见衣服 这些爱意的表白 看似简单 却已经深入他的骨髓 因为他把你放在心上 所以 才会不经意间 就会想到 你没有怎么怎么 他就会不自觉地担心你 心疼你 男女相处 说一声 我爱你是可以伪装的 但爱你的习惯 却是装不出来的 他爱你就会让你看到 他最简单 最直接 最真实的样子 那就是 他已经把爱你 当成了自己的习惯 最后 愿每一个女人 读了此文 都能够做最好的自己 寻到最好的良人 图 网络 愿你在我的文字里 寻到平淡岁月里 浓浓的真情 感谢关注